广东宏远大混血 外援一个不留 一件年互将退役 诸方与合同到期 那么20年以来 广东宏远第一次无援四强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还是在1比0领先系列赛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被浙江广下所逆转了 那么其实这对于广东宏远来说 也是一个好的事了 最起码也事实上他们的话 可以看清楚现实 球队已经是不再冲击总冠军的一个实力了 那么在赛季结束之后 广东宏远肯定也是需要迎来一次大混血的 其中包括杜峰赵锐一剑连等一些关键的球员 也是合同到期 那么尤其的话是一剑连 他的话已经是表露出了自己要推移的一个想法了 那么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今天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男男的一些事 那么在这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个关注点赞 如果你别的视频有用的话 也可以把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那么好了我们下面就来一起接着讲 那么除了一剑连之外 那么另外他们的老总这个竹房与合同也是即将到期 那么外援方面的话 布鲁克斯让人非常的失望 那汉米尔顿也是有一些积累的 那么沙巴斯的话也是复刻了当初的比斯利 那么不论是想要崛起还是球队的一个重建 那么三名外援肯定是都不会进行留下了 那么广东风险他们面对的问题也很简单 打球的人不多 特别是周棚离队之后 风险方面也是直接出现了真空的现象 甚至的话可以说在CBA排名都到倒数了 那么张浩家常规赛最后一场收场 更是直接导致了渡风没有人可用 那么很多球迷的话其实也都在说 网络后援拥有顶级后卫组合 其实的话也确实是有些太过于夸张了 那虚节的话身高劣势太大 那苏与处他虽然算上是优秀的后卫 但是够会上顶级 那么胡明轩也是走出了低迷 但是他的缺点还是有的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赵瑞的话则是他的一个情绪管理的一些问题 那么或者的话可以这么说 广东宏远没有人能够管他 那么在内线方面的话 一键连不论是36岁还是39岁 其实的话都已经无法跟上比赛的一个节奏了 那么尤其的话是和这间广下的第三场比赛的一个时期 非常的明显 说实话一键连本赛季还能够坚持 那确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那么但是广东宏远如果想要重建 那么一键连退役那确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那么在输给这个这间广下之后呢 一键连也是非常少见的 然后公开了道歉 那么但是呀他却没有说狭猜几戒 不出意外的话他会选择进行退役的 那么外联方面的话也是有非常多的球连 也都忽略了一点 那么布鲁克斯从来的话都没有在季后赛证明过自己 那么他上一次打季后赛呀 还是广东宏远第一次夺冠 但是那个时候的主力外援的话是威姆斯 那之后的几个赛季的话 布鲁克斯呀都是因为各种的一个原因 然后都缺席了 那么辽宁男人也是经历过公军外援哈德森 然后状态低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也是当时提前出局 那么结果呀就马上就选择了放弃了这个哈德森 那么而现在广东宏远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勇气的 那么布鲁克斯常规赛没有问题 但是呀到了季后赛真的呀还是差一点的 那么汉米尔顿非常适合这个独风的一个战术 但是呀如果想要留用的话 广东宏远恐怕呀最多就是另外一只北京手针 那么成绩的话也不会有很大的提高的 那么沙巴兹的话也是没有获得独风的一个信用 成绩的话也是会走人 那么赵瑞的合同期大概也会进行续约的 那么他只要呀能够专注的去比赛 那么他确实呀还是优秀的后备 那么不过呀由于珠方宇合同到期 将会出现一些变数 那么连续两个赛季呀都没有能够打听总决赛 那么他师傅留任 确实呀还是留有一些悬念的 那不管怎么样 那广东亨远肯定呀会完成一次大换学的 那么也是希望呀他们能够真正的卷土重来 那么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点赞关注 如果你有其他看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